黄晓明和杨颖的已经结婚好几年了 不时就传出两个人离婚的消息 不过这也不是空学来风 以前黄晓明录制节目的时候 一口一个老婆 但是现在竟然都不去提了 确实还是让人怀疑两个人的关系 而且杨颖在节目里面也不提黄晓明 两个人在公开的场合最近一次互动 还是baby发文自己不是小三 然后黄晓明立体她 两个人的关系确实是扑朔迷离引人猜想 baby现在的事业发展得非常顺利 不仅是国民综艺登跑吧兄弟的常驻嘉宾 也经常参加其他的大热综艺 是一个拥有很多粉丝的流量小花 而且她现在的状态也是特别的好 不知道是不是又整容了 感觉她又变漂亮了 也许当了母亲之后 更加注重保养了 所以整个人才显得神采奕奕 充满胶原蛋白 韩国人特别吃她的盐 认为她就是中国最漂亮的女明星 她确实因为自己的颜值活起来的 虽然大家吐槽她的演技 没有人吐槽她的颜值 就算是豆瓣的一些人 在一堆的女明星里面票选最漂亮的 杨颖也是高票当选 就像她自己说的一样 她长成这个样子 老天不可能让她平凡的 正是靠着自己洋娃娃一样的外貌 彼时只是一个小小嫩模的杨颖 才能被当时的大明星黄晓明看上 当时黄晓明是最红的小生 刚刚演过泡沫之下 演技在线 身材颜值都在线 并且还是华裔的股东 杨颖搭上黄晓明 可以说是坐上一个事业发展的快车 黄晓明能够带她熟悉内地的娱乐圈 还能够给她一些资源 就像是电影版的何以生肖默 就是黄晓明和杨颖一起演的 而且奔跑吧兄弟 这道闭火的综艺 也是黄晓明让杨颖上的 当时女嘉宾的位置就只有一个 这个综艺又是已经策划了好久 外界都是非常期待的 所以这样的综艺里的女嘉宾 肯定是会活起来的 但是这个铁定会红的位置 就给到了杨颖 说跟黄晓明没有一点关系 谁信 杨颖之所以如今这么活 跟她和黄晓明恋爱是分不开的 但是她肯定认为自己 也是非常有能力的 所以她就想快点和黄晓明结绑 两个人一起合开的公司 好像已经是注销了 两个人的事业可以说已经分开了 这应该就是两个人感情有变的另一个证据 杨颖在很多的场合都不提黄晓明 在一次综艺节目里面 她问别人对她的印象 别人就回答她老公对她特别好 杨颖就不是特别开心 她还是希望自己能够用自己的实力 对别人记住 她是特别想和黄晓明撇清关系的 所以就算是离婚的话 她应该是立即就想离的 但是黄晓明对杨颖用情非常深 她估计是不忍心放开杨颖的 就算两个人已经不像是以前了 她还是出来为杨颖说话 解释杨颖并不是小三 并没有破坏她当时的感情 并且以前在很多的场合都秀恩爱 真的是把杨颖捧在手心里面 也是会把自己能够推的资源 全都推给杨颖 特别的为杨颖着想 而且结婚这么多年 也没有和其他的女明星有任何的绯闻 一直都是对杨颖特别的专一 这样的男生在娱乐圈真的是少见 不知道两个人究竟有什么问题 能够让这么相配的两个人不和了 黄晓明在跟杨颖不和之后 两人的事业也是进行了切割 生意和工资就不在一起了 杨颖现在的资源都是自己争取的 因为她现在已经算是特别火的流量小花了 而黄晓明就已经过气了 处在一个男演员最尴尬的年纪 虽然获得了很多的奖项 但是已经没有特别好的主角来找她了 因为同样的角色就会考虑更加年轻的小鲜肉 所以黄晓明现在真的是特别尴尬 想要演戏还没有好的角色 她和杨颖的位置可以说完全地掉过来了 杨颖现在在事业上更加成功 可能这对于一个男生确实还是比较难接受的事情 自己的老婆比自己事业发展得更好 不管怎么说 两个人曾经还是非常甜蜜的 他们的结婚照是特别漂亮的 两个人就像是王子与公主一样 两个人还有一个可爱的孩子小海绵 相信两个人未来也是有机会修复这段关系的 只要没有离婚一切还有回转的余地 recommendation 点点